陆树枝杆过长 有时会触及相同高度的电线 枝杆压到电线 更有电线走火的疑虑 实在是很危险 尤其夏季西南气流 常引发好大雨 且现今也已经入台风季 风雨影响 要是压端电线不止停电 若因树指引电商人 是更加麻烦 很危险啊 就怕电线走火 路过的人会触到电会危险 就怕那个摧毁啊 电台的摸毁啊 危险的地方很多啊 相关单位要处理 看要怎样修缮啊 要提前来处理啊 你发生的时候不会有啊 议员蔡一柱也指出 县内多处道路 都有路数碰触电线的状况 他认为县府及乡镇的相关单位 应多加重视此项问题 在这暑假期间 在我们第六国地区 在这个鞋谱都特别到路着塞北河 这个豪雨特报 都会造成这个路数的倒塌 都会影响到这个交通 甚至会影响到这个 电纜山 这个电尾条山 都会去造成这个损害 对于这项问题 议员蔡一柱判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定期请专业人员 视察及修剪路数 要未雨筹谋 而非等到事情发生才去重视 所以我们希望南大管政府 还是说我们顶公所 可以针对路数来修剪跟整理 不然有时候 都看到这些路数 都去带到这个电纜山 这电纜山都带到之后 都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也都要拜托这个台电来处理 希望说相关单位 可以针对 不管是豪雨特报 还是说这个风台情 都可以针对这个路数 来修正跟整理 路数修剪 乍看为小问题 却攸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议长和盛丰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 平时就能做好准备 以免造成民众的恐慌 民主人雄心仪 综合采访报道